这是近十年最惨的案件 四个恶魔对新婚夫妇 蹂躏八个小时 用针扎 用烟烫 用绳泪 甚至当着丈夫的面 对女主人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情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费县515大案 惨到无数网友彻夜难免 我们谁也无法想象 这漫长的八个小时里 新婚夫妇究竟遭受了何种对待 接下来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2012年 家住山东费县的孙刚 与李红喜极连礼 共同步入了婚姻殿堂 此时孙刚26岁 妻子李红刚满24岁 已经有了身孕 结婚后 两人在郊外买了一处平房 因为房子是新盖的 所以周围没什么人 为了即将到来的孩子 夫妻俩决定到镇上摆个小吃摊 赚点外快 因为丈夫孙刚是个厨师 手艺不错 小摊生意一直都很火爆 生活越来越有起色 可过了半年时间以后 夫妻俩发现 他们的屋子似乎有别人进来过的痕迹 而且每次家里都会丢东西 为了安全着想 二人就买了一个监控设备 安装在大门外 显示屏则连接在卧室的电脑上 还买了一条狮子狗用来看家 从这之后 家里就没再发生过盗窃事件 夫妻俩也就没有过多在意 可就是这个疏忽 让他们彻底推开了地狱的大门 2013年5月14日 孙刚和李红准备干完最后一天 就好好休息一阵子 出发前 他们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 说明天早上要去对方家吃饭 母亲听后十分开心 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大娘做好饭菜后 左等右等 没能等到人 电话打过去 竟然显示关机 一直到上午十点 大娘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跑一趟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了地方后 发现大院的门居然是敞开的 里屋的门虚掩着 没有上锁 大娘走进了里屋 发现屋内是一片狼藉 不见夫妻二人的踪影 大娘猜想 难道是儿子儿媳吵架了 于是 她就在卧室门口大喊 质问儿子为什么关机 但卧室内并没有传来回话 大娘忍不住了 就推开卧室门 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床上用品铺的整整机器 像是没有人住过一般 随后 她静止走到菜地 看看是不是在菜地干活 可当她走进院子里 就发现了 让她心惊胆战的一幕 一条小狗 浑身湿血地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这条狗是儿子买来看家的 平时乖巧听话 儿子儿媳 绝不可能对她下如此狠手 反应过来后 大娘吓得浑身颤倒 差点跌坐在地上 当即拨打了求助电话 这是近十年最惨的案件 一张漂亮的婚纱照 引来四个恶魔入室行凶 新娘遭受长达八小时蹂躏 夫妻俩被发现失踪后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当即就发现了端倪 首先大院门口的监控设备 数据线被剪断 其次 卧室虽然看似整洁 但是床单和床罩 却不翼而飞 只剩下一床被子 这显然不符合 一个正常人睡觉的逻辑 更甚人的是 四卧地面上 散落着女主人的贴身遗物 上面还有明显的撕扯痕迹 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院子的围墙上 发现了攀爬的痕迹 防盗网也被破坏 这个缺口 足以通过一个成年人 对此 工作人员便对四周 进行大范围的筛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很快 他们就在附近的河中 打捞出三个 不同寻常的塑料袋 袋子里装着的是 孙刚和李红的衣服 另外还有一张低保卡 两张银行卡 除此之外 一个黑幼幼的山洞 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洞口摆放着大量的结杆堆 明摆着一副 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架势 当工作人员 将结杆堆拨开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 成年女人的脚 再往里扒 又出现一双男人的脚 经过确认 这二人的确就是孙刚与李红 但让人极被发凉的是 李红已经面目全非 全身上下的要害部位 已经布成了人样 如此圣人的画面 就连从业多年的工作人员 也不敢再看第二眼 那么 李红和孙刚 生前究竟遭到了何种对待 对他们下此狠手的 又是谁呢 经过一番摸牌取证 确定凶手就是这四个人 其中为首的青年 叫张学军 在此之前 张学军就经常溜进夫妇家中 实行盗窃行为 某次 张学军无意撇见 挂在墙上头的婚纱罩 被上面美丽的新娘子 深深吸引 从这之后 张学军便对这家的女主人 念念不忘 几天后 张学军带来了三个同伴 准备再来顺点东西 顺便再来点意外收获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特意将三轮车 停在树林中 下车后 步行前往 到了地方后 四人悄悄埋伏在不远处 亲眼看着夫妻俩走远后 他们便通过院墙 翻了进去 同伴傅某看到屋檐下的 两个摄像头 便自告奋勇 拿匕首剪断了数据线 随后将防盗窗撬断 钻进了卧室 进去后 他们像恶狼一样 疯狂地翻找值钱的东西 丝毫没有半点慌乱与紧张感 搜刮完钱财后 他们没有离开 而是在屋内 静静等待着男女主人的归来 这是近十年最惨的案件 四个恶魔对女主人 蹂躏长达八个小时 丈夫被迫全程目睹 孙刚与李红摆完摊后 就早早回了家 当时天色已暗 他们并没注意到 已经被破坏的摄像头 以及防盗网 四个恶魔听见门外的脚步声后 便快步走到卧室门后埋伏 女主人李红 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四个恶魔用刀抵住他的脖子 将他按在地上 而孙刚也同样被威胁 丝毫不能动他 张学军从孙刚身上 找到了三张银行卡 逼问密码是多少 孙刚便说了一串假数字 以为能搪测过去 结果张学军用手机查学 发现密码不对 几人恼羞成怒 对着孙刚全打脚踢 无奈之下 孙刚只得说出真实数字 报完数字后 几人用电脑数据线 将孙刚的双腿绑住 扔到了客厅 留下一个同伴看管 而接下来 张学军就把罪恶的目光 看向了李红 他故意敞开卧室大门 当着孙刚的面 做出极其罪恶的行为 完事后 几人轮流发现 丝毫不考虑孙刚的感受 大概四个小时后 张学军表示自己很饿 就吩咐同伴富刚 去厨房做个菜 富刚从冰箱拿了几块猪头肉 准备做顿饭 但做完后 因为难吃 吃了几口就停下了筷子 张学军突然想到 孙刚就是厨师 于是就命令他去炒几个菜 孙刚不敢反抗 只能忍痛为这几个恶魔做饭 当时 此时的孙刚并没有机会跑掉 因为恶魔就在他身边 举着刀死死地盯着他 吃饭期间 满身伤痕的李红 小声问张学军 你们什么时候走 张学军敷衍地回答他 很快就走了 但是你等会儿 还要陪陪我 李红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忍辱负重 度过煎熬 就能换回自己和丈夫的性命 他没想到的是 这几个恶魔 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让他们活下来 酒足饭饱之后 几人再次来到了卧室 来到了李红跟前 分别做出了难以想象的行为 这一次 他们变得更加残忍 那些电影里都不敢演的情节 却让无辜的李红承受着 八个小时过去了 几个恶魔 这才停下了动作 看着奄奄一息的李红 几个人好像失去了兴致 于是 他们拿来了毛巾和塑料袋 将李红送进了九泉之下 随后 几人又来到了孙刚面前 完成了所有的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过程 孙刚并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挣扎 似乎主动放弃求生的意识 此时 已经是凌晨三点 几个恶魔将卧室 进行了简单的打扫 将冰冷的躯体拖到了附近的山洞之中 将夫妻俩的衣物 银行卡丢进了河里 随后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四个恶魔自以为他们的行动天衣无缝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可没想到 其中一个同伴不小心将一张低保单 移落在了现场 根据上面的信息 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随后一调查 得知老人有个二十来岁的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凶手之一 傅刚 有了傅刚的信息后 工作人员顺藤摸瓜 很快就揪出了另外三人 5月17号当天 工作人员提前部署在汽车站附近 当场将四个恶魔请主 后来 其中三人吃了花生米 剩下一人 下半辈子都会在牢中度过 关于本期视频的内容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之所以选择这个比较沉重的事件 就是想告诫大家 任何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留给坏人一丁点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四个恶魔的丑恶嘴脸 并引以为戒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